1. 创建 好,首先就是这个创建,这个创建就是可以给你选打广告的东西。 然后创建了呢,这里它就有很多个目标,但是我就建议适合你们用的你可以用消息互动量的目标。 所以他就来到这一面了 所以记得就是广告我们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刚刚做的 他已经是拥有了的 所以基本上第一层次是不用做半样 对 所以下一个就是继续 就有第二层次在这里 这个是第二层次 所以这边呢 他会问你你这个广告到时 人家要联络你 怎样联络你 所以他有分三种 你会看到有 Messenger就是在你的page的信箱 下一个是whatsapp 如果你的whatsapp business 有联系跟你的这个facebook page 你就能够用whatsapp business打广告 可以 然后第三是instagram 所以我建议就是 你们比较新开始的 先用messenger先哦 messenger哦 然后此一切 你再upgrade去这个 whatsapp whatsapp OK可以 好下一个呢就是你的那个budget了 budget你可以先写一个10块钱 10块钱 所以下一个呢就比较高难度就是你的这个受众就是你的客户群 客户群的种类 嗯种类就是说 呃是说anti种类还是什么那些东西 就是他对什么东西有兴趣的人哦 对什么东西有兴趣的人哦 他的大数据 他的大数据 所以自定义受众你不用去做先 自定义受众不用做先 自定义受众不用做先 不用做先啊 不用先 然后呃 下一个是地区的 你可以偏激的这些全部你指下去哦 他都有偏激 要指下去的偏激就是可以去做更改 偏激是自己更改任何东西都可以怎样自己更改 是的 OK 他会分为地区 他会分年龄 他会分性别 他会分性分定位 还有 这些读 然后呃 地点的话呢 呃 看后你要服务你比较靠近的地点 你是可以调过的 你可以指向这个马来西亚打叉 OK 然后翻你要的地点 你是什么地点 呃 JB 当格 Jobho 当格 Rofor 啦 Jobho 对 我们就打Rofor 咯 你可以打Rofor 下去 他就会出现 看到吗可以给你选Rofor 周 青山 Battu Barhad 都有 所以我们选Rofor 周咯 比较大吗 嗯 这样子就有一个Rofor 的形态 就是说你选择target在Rofor 这个地方的人咯 OK 然后我们下一个就是年龄应该没有问题啦 你要调话 按网了它就可以让你选Rofor 然后性别Rofor 然后细分定位就比较复杂一点 细分定位呢 呃 细分定位啊 细分定位就是那个大数据你要Tugget他们对什么东西有兴趣的人看到你这个广告 所以这个细分定位呢 呃我建议你用你可以用这个浏览这个字比较容易 哦浏览 OK 浏览有分三个东西性质给你分三个性质给你分类 所以你按这个Rofor 它就能够让你看到你要的东西了 你可以看到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东西是一定要用电脑吗 一定要用电脑 一定要 嗯 然后来到这里你就 你这个需要一些时间去看它的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种类 所以你要搭个 好像你们的产品通常啊 我建议啦 你们可以算得好像就是 它比较注重健身养生的人哦 嗯 健身养生的 啊 你就可以tick健身养生 它就选择只要有牵涉到健身养生的东西 都会帮你去找那些人看到你的广告 OK 这个都会有你按华语的话都会有华语出来哦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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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当然还有就是可能喜欢吃的人啊 你也是可以选择选选哦 OK 好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行为 行为就是它在网上它有什么行为 比如说它是呃 啊 它是呃 有在线上购买东西的人 你也是可以tick健身养生的购买行为 所以你就从这里找那个related东西咯 可以 好 OK 所以我们再来go to 下一个就是语言 这个不用tick了 这个可以不用tick tick的话它会弄到更狂 所以你可以不用tick先 因为我刚才教你的已经是足够了的 OK 想请问一下你刚才教我的东西如果有一些地方没有tick的话它会过关的吗 啊 会过关的可以过关的 可以过关的哦 啊 可以过关的 好 有些我们的东西可以不用回答对吗 对 有些东西可以不用回答的对 OK OK 这样子好 好 下一个编辑 编辑呢 啊 你就注意这里你要放换一下 因为你放所有语言的话它会包括外劳都来的 OK 啊 所以比较容易你就放中文就最好 你就可以tick得到所有是中文 所以记得要注意就是 右边这里呢尽量就是维持 右边呢这里它有一个计算表 就是总共有多少人数 是你这个大数据的 OK 可以 有700多千是OK的 建议就是几百千就OK啦 几百千 像你推广的时候啊 那些比较精准的人都有机会可以看到你的广告 你意思是越多的人越OK啦 啊 不是 是几百千就比较OK 因为最高可以去到几千亿人也可以的 OK 几千亿就差了很多人啦 хорошо 然后那个我们就不大建议 好 然后 我们在Go for 下个是板位 板位这里呢 你可以留这自动 你可以留这 嗯 给它自动化 好 那个 下面这个也不用,优化鱼头半也不用调,这个可以skip ok 好,so,Layer 2完了 ok Layer 2完就去到Layer 3了,Layer 3就是这里 ok,so,Layer 3呢 你要选你的page,就是你的business page 然后呢,他会要求你连接你的instagram,你可以不用连接的,你按他 你选你的这个主页来推广在instagram就可以了 想请问一下,你那个page就是说,我们有两个在facebook两个户口对不对 一个是你记的 一个是主页对不对 一个是主页对,一个是户口 ok,我们是按在我们的主页对吗,我们是按主页 啊对,你选择主页对 对啊,公众主页 ok,这个选主页就对了 ok instagram也是选主页 ok,instagram 是在选主页的,是在我们personal的facebook户口那边 旁边那边按公共主页就可以了,对不对 啊,你进来这里他会给你选的哪,这里就有公共主页的选择咯,在这里选吧 ok,facebook公共主页,ok 因为你进来广告户口才去打的嘛 你按下去他就会出现我们的主页对吗 啊对 ok,可以,明白 ok so,好,下一个就是你创建的广告咯 ok,对 什么广告 有两种选择的,第一是创建广告就是你自己放自己的图片 在这个地方 或者短片呢 然后 然后你的文案就在正文那里 正文是你的write up,你的文案 嗯哼 然后其他看呢你要不要多加文案你可以在描述的位置啊 明白,ok so,这个是自己放自己的图片那些 如果说你要选择你的主页里面已经做的posting 啊哼 也是可以的 你要在这个广告设置的位 嗯哼 刚才是选创建广告嘛 对 然后你换成使用现有帖子 他就去哪里的 让你选择你的page的图片 ok 你就 选择帖子哦 选择帖子他就出现你的 page的所有的posting 然后你就可以从这里选 ok 可以 这个是二选一啦,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选择创建广告会比较方便你就 啊 加你的图片 加你的文案下去吧 好吗 ok可以 嗯 这样 嗯 就要下面这次选择开始对话就让人家按了就直接跟你在信箱聊天的 ok明白 嗯 然后最下面追踪这里不用做 不用做他可以skip掉了 ok 所以skip掉 ok so 这个是第3层次 第3层次完了你就选择 发布这个青色的在右下角 okok发布 so发布了过后呢 你以后就回来你的广告屋口 你在那个 Facebook里面啊右边 左边 sorry 左边就有那个 Apps Manager 我给你看啊我们的Facebook ok 啊 这个 广告管理工具 你就用这个 你就能够回来这个地方 ok 啊 so你推广的时候要很注意咯因为你放每一天失败嘛 啊如果是有人来问你可以继续 你过后就是要 focus 怎样让他 呃 跟你沟通 然后你怎样让他下单 ok明白 啊如果是呃 没有人来的话广告还继续推可能两天三天 你就回来这个 这个广告屋口 你按这个 蓝色 选择你不要了广告按这个蓝色 他变灰色 灰色就代表说 这个广告会停咯 呀 可以continue的吗 可以你再按他他就变蓝色了 哦这样子啊 啊对 then you不要的话你再按他他又再变灰色 ok明白 拜拜